請到本席空中 好,謝謝議員 謝謝 謝謝 張建文議員、楊武昌議員聯合執行三十分鐘 謝謝 接下來由原地平議員執行四五分鐘 謝謝主席 我們與會我們副市長以及我們各局長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想呢 我們林佳龍林市長從上任之後呢 為他博得了一個美名 我想我們這幾天的質詢 應該大家都有聽到 就是這個 停工市長 為什麼這麼說呢 無感的要廢 有感的也要廢 推翻前朝 為了得到這個好感 可是其實我們的鄉親 都感到非常的反感 就目前還沒有做的這個台灣塔 雪谷縣 還有我們的這個大安媽祖園區 都說要停工 或者是說不見了 我覺得 真的是不懂 還有甚至我們的這個花博 也改來改去 那甚至這個有感的BRT 也要廢掉 改成我們的這個優化公車專用道 我想這個 我想請問一下 本席想請問一下我們的交通區王局長 局長 我想請問一下我們BRT的建設總經費是多少 優先段是40億 40億喔 那現在目前的BRT的車廂總共有幾台呢 我們市政府買了32台 民間買了32台 民間買了32台 市政府買了32台 那總共在使用的有62台 32加64 64台 總共這64台都有在使用嗎 沒有 因為有一台已經被台把肢解了 被肢解了 那剩下的63台呢 都已經交到我們手上了嗎 是 現在都在路上跑 是 那我想請問一下局長 我們BRT的使用率到底有沒有成長 BRT的使用率有成長 有成長 對 因為就我手上拿到的資料 我們台中快捷巴士 從去年的8月開通到現在 一開始是62萬9千多的載客數 到今年的3月 已經成長到將近150萬的這個載客數了 我想它是很明顯的 有在成長喔 但是 為什麼要把它改成這個公車的這個優化專用道 其實一直讓人覺得匪夷所思喔 那麼我想請問一下局長 這個在行進的這個路線當中呢 有哪些重要的停考戰 你可以舉例一下嗎 好我們在看這個刷卡的紀錄裡頭啊 最多的就到秋紅谷 就從火車站到秋紅谷 這個過程當中包括這個新方三月大圓百這一站 跟秋紅谷這一站跟科博館火車站 大概是這四個上下車的人最多 是那我這邊可以再舉例一下 就除了火車站 科博館 草物道 還有甚至我們的這個飯店喔 有好幾個飯店 好幾家的飯店 全國經典長榮永峰站 還有育園 那甚至還有這個我們地區的這個大型的醫院喔 尤其是澄清醫院還有這個榮總醫院喔 其實這個上下車的人都是非常的多 甚至還有這個沿途經過的這個大學 有東海大學 洪光大學還有靜宜大學 工業區還有百貨公司等等喔 尤其是本席自己也搭乘了好幾次的這個BRT 其實我觀察到在醫院的上下車的這個人數 其實真的是蠻多的 尤其是這個老人家的這個人數 真的是非常的多 那麼我想再請問一下 呃 局長你知道我們海線的這些鄉親 是如何使用BRT的嗎 我們現在海線的鄉親蠻可憐的 必須先到靜宜大學 從慢車道換到快車道 才能夠到榮總 如果他從榮總看完並結束 要回海線的話 他先做BRT做到靜宜大學 然後走行人穿越道到慢車道 再等要往海線的公車 是喔 相信我們局長觀察的非常的細微喔 不過我想呃 再請問我們局長喔 這個我們BRT一個戰體花了多少錢啊 一個戰體呃 最大的一隻白海豚大概兩千三百萬 便宜一點的大概一千八百萬 那這些戰體它的設這個設計是作為主要的有哪些功能呢 這整個戰體呃 呃 它原來的設計希望有月台門 是 類似這個捷運的月台門的概念 以及在車站上收費 不要到車站呃 呃 不要在車上再收費 是 那為什麼要做這些設計 它的功能在哪裡 它的功能希望能夠快速的運輸乘客 是 那呃 在使用過的這一段期間 從去年八月到現在喔 局長你認為它有哪一些優點呢 呃 它的優點就是它在這個上車前 就已經刷卡刷完了 對 這上車前刷卡刷完 就是可以縮短了我們這個時間喔 那麼 你認為它的缺點是什麼 好 缺點就是它那個機器很糟糕 因為那個機器原來是擺在室內捷運用的 它現在在外面風吹日曬 所以每刷一百筆會有一筆是錯誤的 所以我們接到非常多要處理這種帳戶的問題 第二個是月台門到目前一直沒辦法用 是因為那個月台門當時的設計 只能對照十八台車 我們現在有六十四台車 只能對照十八台 其他的四十幾台 它跟月台門沒辦法通訊 也就是說我現在如果把月台門關起來 車子到站的時候那個月台門是打不開了 因為月台不知道它到了 那所以我們現在為什麼一直不敢啟用這個月台門 原因是當時的設計就沒辦法讓六十四台車 都跟月台對話 謝謝 謝謝巨長 那麼我想你認為說我們的BRT 它還需要加強哪些功能呢 如果要達到這個國際上認可的BRT 現在我們這個還距離非常的遙遠 是 那現在行控中心它的進度為何 行控中心到目前都還沒驗收 我跟議員報告這個行控中心的廠商 它已經申報它已經完工了 我們叫做申報竣工 這個時候再經過我們的監造公司 就是中心工程顧問的認可之後 再送到專案管理公司林童妍公司 他們都認可了之後就進入叫試運轉的階段 試運轉結束之後 這個林童妍公司才會寫本報告給交通局說 包括試運轉都做完了 請交通局來辦理驗收 可是現在連試運轉都還沒啟動 純粹都還在中心工程跟林童妍的手上 他們都還沒有敢簽名說 這個華電聯網已經做完了 可是本席認為 這個我們的BRT每個月的載客數都在上升 而且BRT當初它的設定就是為了培養 我們這些搭乘大眾運輸的人數的含量 而且我想應該我們的BRT應該是要繼續的來使用 而且把不足的這些設備趕緊把它完成 那麼行駛在BRT路線上的公車應該讓它減搬 那麼橫向的這個連結的公車應該是要加班 來培養我們這些大眾運輸的這個量之後呢 再來做這個我們所謂的MRT 因為其實我們最終的目的就是要這個MRT 那麼其實我們海線的居民一直希望說 趕緊我們的BRT希望可以讓它延伸 結果現在變成這個所謂的優化公車專用道 那麼要延伸我看也是遙遙無期了 這個部分我補充一下 剛剛提到這個海線的民眾要到市區裡頭來 現在的做法民眾要在進一大學轉車 優化公車專用道以後 優化公車專用道以後呢 我們總共會有七條的路線 就是到海線了 包括到無期於港的 到這個農警停車場的 到無期到清水到大甲的 這些路線都是一車到底 直接到火車站 我們的老年家就不用再進一大學換車 我們的高中生要來市區念高中 他也不用父母再到進一大學之後 再讓他上這個雙結車 他是直接可以從無期清水上的這種 跟車子之後就進到專用道 非常快速就可以到達他的目的地 所以優化公車專用道整體的思考 就回到原來還沒有BRT之前 海線的民眾可以直接到市區 他想要去的這個台灣大道上的任何一個 但我想請問一下我們的BRT的站體 打算做怎麼樣的處置呢 是要改善它還是要把它卡掉 BRT的這個現在這個車站 白亞頓車站我們不會把它拆掉 那因為現在還沒驗收 這個車站都還沒有驗收 對可是您的優化公車專用道要在7月8號就上路 那原本這個我們BRT的這個站體 是為了我們BRT車廂來設計的 可是現在又加上了我們公車 我想他的這個上下車之後 我想是不是會比較不符合民眾的這個需求 以及他這個設計的上面 我想這個都是要考量進去的 是 報告議員我們現在接下來 在這個專用道上面的這個車輛 我們所有進來的路線都會涵蓋 台中火車站到靜宜大學 所以民眾在這個車站上等車 他等到的車是一般原來的兩倍 也就是說他原來只能做這一套 所謂的300號公車 接下來他包括307 304 總共這一些的這個班次數 會是原來的兩倍 我簡單講就是說他如果從台中火車站出發 他想要去秋紅谷 他這個時候在台中火車站等到的車 是原來的兩倍 所以我們的這個BRT這個原本的站體 就會變成一個公車的後車停的意思嗎 是沒有錯 那可是我們當初的這個站體 就是先刷卡再上課 就會縮短我們大家的這個時間 可是現在變成我們公車的這個優化專用道 是不是變成一樣是上車才刷卡呢 對但是車上的刷卡機會變多 車上刷卡機會變多 是前後各一台嗎 對對對有些公司要裝到三台四台 我想這個這個部分呢 請我們交通區這邊要好好在演你 因為這個距離我們7月8號公車的這個優化專用道 已經快了 剩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我想這個 攸關於我們這個民眾的這個權益 希望我們交通區這邊一定要好好的來規劃 謝謝 那麼還有我認為就是要提醒局長喔 這個都是攸關到我們這些鄉親的權益和義務的事情 必須要經過我們議會的同意喔 行政機關沒有權力進行宣布停止 或者是更改這個300號公車喔 並且這個是侵犯到我們這個人民的權益喔 請局長這邊 報告議員這個這一條現在的這一條VRT的路線 在我們法定上它本來就是300號 就是在我們的整個行政作業裡頭 它本來的編號就是300號 過去因為為了宣傳VRT 所以把300這三個數字蓋起來了 那實際上它就是300號 所以我們只是把它回覆到300號這樣的一個路線 謝謝 謝謝局長 謝謝 我再請問一下喔 我們觀光旅遊局我們陳局長 呃局長 呃我們的這個雪谷攬車和新大線攬車的這個 停建的這個理由是什麼 我們我們目前為止只有停止招商 沒有正式宣布說停止不做 因為主要是涉及到那個 這個因為它是限制發展區 所以我們要進行環評的時候 它必須要取得這個土地的就是限制發展區裡面 所有的那個土地的統一行 所以我們4月20號已經發行給林務局 因為大概這個斜谷跟那個大興縣 主要的所有用地的部分 大部分是大概接近大概八成都是林務局的地 謝謝 那就本期了解喔 當初在訂定這個攬車相關招標規定的時候 曾經載明了期限是到104年的6月 之前必須招商三次 然而新的我們這個新市府上任之後 在1月間有招商卻失敗了 那隨即宣布我們這個停建攬車 這就好比這個我們跳高比賽有三次的機會 難道第一次失敗了就宣布淘汰出局這合理嗎 難道我們第二次招商就這麼肯定 不會有其他人參與這個投標 招商程序根本就還沒有完成啊 議員跟你說明一下就是說 原來在是先招商 然後接下來把土地取得跟環評的部分 是他倒著做 所以今天如果VOT的廠商有 願意投資下來的時候 前面的土地的取得跟環評沒有過的時候 任何一個廠商都不會進來 因為那風險性太高了 那請問一下局長 我們在這個觀光局在103年的時候 是否有收到環保署來函表示說 我們這個攬車的環評 可以由地方政府環評委員會來審查有沒有 對我們查證的時候是有 有 那為什麼我們的市府不組一個環評委員會呢 那目前來講環保局 我們環保局裡面是有這個委員會 有這個委員會啊 那這個環評到底是做了沒有 我們原來有送 但是後來要我們再補證資料 但是在我們的程序審查的這個過程裡面 他要求我們按照所有開發行為裡面的環評的這個準則的部分裡面 一定要取得這個限制開發區裡面的同意證明 才能進行到那個環評的程序裡面去 那環評根本就還沒有做 為什麼去對外宣稱說環評未通過呢 這到底是什麼心態 我們沒有做這樣的宣布 謝謝局長 那就本期了解 其實這兩條攬車的興建 地方民眾非常的期盼 就是希望說能夠帶動我們地方的這些觀光 那現在我們新的市政府上任了 卻馬上否決掉這兩條計畫 請問局長 是不是因為這個是前朝 應該沒有這樣的問題 而是最主要還是投資的意願 跟整個環評跟土地的取得 這三個要件要符合的時候 這個案子才走得下去 應該是這樣 謝謝 謝謝